Laze Laze 我覺得是衣櫃裡面 一項很值得投資的fashion item 因為做Laze的手工只會越來越貴 但款式其實就差不多 今季KuKai做到挺特別的設計 好像用了Laze去撞Pokedox 和好像你身上的Pin Strike 都挺特別的 其實我試試看 我自己都很喜歡Laze 它很自然給到一種很Feminine的感覺 其實KuKai的Nize都很出名 好像今季就用了粗針來勾Crochet 都有一種薄身Laze的效果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加上這些Sexy真的很有Vetto的味道 今年流行用同一個顏色來做Total Look 穿上身是零射Sharp的 對呀,檸檬王也是我其中一個Favorite Colors 我見外國很多Fashion Stylist都很喜歡撞色 其實有沒有什麼鼻血呢 玩Colors的Mix and Mesh 有一個竅門就是用銅色系來配搭 就好像紅色可以撞橙色 紅色也可以撞桃紅色 我知道今季Color Denim很流行 所以我特別選了一個Hot Pink 短褲和銅色系列的托 我最喜歡KuKai就是每個層組 它的顏色都長得很漂亮 而且它不單是很舒服 它穿上身就是很Feminine 法式時尚可以說是看起來很簡單 但同時又很Sophisticated 法國人穿衣服總是很隨意 但同時又很Stylish 那是不是好像Bretton Stripes Bretton Stripes可以說是法式時裝的靈魂 看上去好像很簡單的橫鑑調子 但已經感覺到它們那種追求舒適自在的感覺 就好像KuKai的Signature Peace之一 Maxi Dress 拖地長裙 上一個季已經很Hit 但今季他們就用了很鮮艷的顏色橫鑑 我也知道我法國女人很喜歡穿Maxi Dress 我自己也很享受穿上身那種很Free的感覺 圖案和印花就連年都有了 但今個Spring Summer就特別流行Scarf Prince 在巴黎時裝周的Runway上面都是一個Fashion Trend 那應該怎樣配襯呢 KuKai今個就用了Scarf Prince 做了一些不同Style的Top和One Piece 都挺特別的 如果你想耐輕一點 我就建議你選擇Classic的圖案 而顏色方面呢 我自己就傾向選擇鮮艷的顏色 那不如你試一下這一件襯Leggings 好不好看 你覺得怎樣呢 我自己覺得很舒服 還有很有Resort Sheet的感覺 夏天我也很喜歡Floar Prince 那有沒有什麼Do's and Don'ts的呢 其實碎花就比較大眾化一點 那近年就比較流行Bolt Prince的大花圖案 穿上身就搶鏡一點 KuKai也有很多選擇的 我也是覺得穿衣最重要是自信 自然就出到那種自我的French Style 我自己就覺得不應該給什麼Do's and Don'ts的規矩 來限制自己的 就像我呢 就很喜歡這套又紅又綠的Pan Suit 不如你試一下看有沒有驚喜 咦 是呀 大花果然有意想不得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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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